享誉华府的台美人妈妈教室 在驻美代表处乔教中心举行聚会 庆祝台美人妈妈教室成立11周年 将近300位慕名而来的乔包和华府居民 赶到现场品尝有学员制作的 道地的台湾便当 因为我的想象中 就是所有的万家灯火 每一个家电灯都是亮的 可是每一个家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 一起享用我们的晚餐 跟家人相聚的那一个甜美的时光 所以11年来 我无怨无悔的做了这么的努力 妈妈教室的学员 都是大华府地区的家庭主妇 老师经常是从台湾请来的烹饪大师 今天大家品尝的便当 就是在台湾来的烹饪大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擦单设计里面 第一考量就是我们在地食材 因为我们在台湾跟这里的食材 可能来得起得不容易 那个不一样 便当盒内的卤肉饭和主菜配菜 样样色香味俱全 喜庆热闹的泰国舞团表演 更把气氛推向高潮 马里兰州长还派代表送来表扬状 尤其我们在海外的这个游子 吃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食物 真的跟在美国吃 真的好像有很大的区别 好吃的不得了 也谢谢妈妈教室 有这样子丰沛的准备 我们真的很感谢 华府这里的社团很多 美食讲座也实有耳闻 但是像台美人妈妈教室这样 高水准专业 而又非常实用的美食团体 还真没有第二家 记者张国华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